那晚,你是不是见到丽瑶哥了? 嗯 听丽慧说,你对他不是很友好,看他不顺眼吗? 离他们俩兄妹远一点 为什么?我觉得他们很好啊 丽慧是我大学四年里最好的同学呢 还有丽瑶哥,他在我找工作的时候也对我帮助很多呢 是吗?如果真有那么好,就不该把你关成那个样子,在大马路上丑态百出 我酒瓶是不太好,但也不至于在马路上大喊大叫,像个酒鬼一样的人闲吧 不然你还以为你美成了什么样子? 不管平时在职场,还是私下生活里,一个女孩子都不该随便地让自己醉成那个样子 人心都是最不能直视的,你把她当朋友 她可不一定 你想一想,假如那天晚上,他们兄妹两个就那样把你带走了 发生了什么不好的事,你要怎么办? 你跟我应酬的时候,我有让你喝过那么多? 在我看来,真正的好朋友就是不管和你出席什么样的场合里 都不会让你处于那么不清醒的状态 这是一个太浮躁的社会,你工作这么多年了,该懂的一个道理就是人心险恶 她真的觉得大老板这样教育她的样子真的好温暖好可爱啊 就像是很有耐心教她学习一样 她就那么浑然不觉地单手托着下巴凝视着她 她的声音停了下来 女人还是浑然未觉 仍旧是一副花痴到家的表情 想什么呢 我在想,你怎么那么好看呢 就连教育起人来都是这么迷人 你说你要是去学校里做了教导主任的话 那些女同学万一都爱上你了怎么办